OK同学们就来看这个三年级数学活动本 第16面 那么来到这个第四题 下图显示一条数列 OK你看这个它可能是有一些 我们要断定它这个模式 那么其实如果你看到这个号码 如果它距离不是很 它们相差不是很远的话 通常你可以用这个手指来 引导你找到答案 OK好像你现在看到这个 那么啊可能这些这边比较难 那么你就看这一个 OK你可以这样 这个是1111 所以你就可能可以后面那个号码罢了 后面那两个 所以你的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所以如果你看到的是相差 8个哦 OK如果你看到19到27哦 那么你可以这样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所以肯定是8了的 所以呢8什么呢 你看它这边是从小到大哦 所以换句话说呢就是 8个8个8个顺序的数哦 所以这边我可以写这边这样哦 OK你要写了一个顺序哦 因为它有也有可能是逆序啊 所以我们就是要跟着这个哦 OK的数哦 8个8个顺序的数 OK我们就找到模式了 OK接下来我们看这个哦 根据A 的答案计算第七个数目 所以这个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 那么我们还要找到这那两个哦 我们要找第七个哦 所以呢我们我就画了这个哦 那么如果也可以的话 我大概是画了这个啊 是4cm哦 那么呢我留一个1cm给签面这边哦 那么每一个是2cm哦 好让我可以写这些号码写到比较整齐一点哦 OK如果你看这个的话 其实你可以的话就是这样哦 那么还要你可以这样画哦 那么就代表它是向右边哦 那么或者是我们叫顺序哦 OK刚才我们已经在这边找到这个模式哦 那么这边每一个是8哦 所以这边是8 8 所以呢现在你可以这样哦 你可以用手指来算哦 27 28 29 32 31 32 32 34 34 35 所以呢这边是1135哦 所以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所以1143 那么答案就是这边哦 第七个就是1143哦 OK那么这个是三年级数学活动本 第16面哦 OK如果可以的话你就在这边啊 subscribe哦 那么你可以看这个其他这个video在这边 那么你可以看这个description下面这边哦 那么还有一些链接哦 那么可以去看 依旧下载app 二就你可以下载这个pdf哦 好 那么 那么 那么